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费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后来掌握市场法案通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费萍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加管指数中间最高来到19,695点 最低在19,395点 收盘的时候预估量是4,656亿元 今天这样的盘是 这一整个礼拜怎么样规划 个股怎么操作呢 赶快请教我们专家罗老师 我想台股在上个礼拜五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哇 好可怕 我们说过我做股票三十几年 我还没看过这个台股能够 这个大盘能够一叠叠盘中一度 还叠了109点 这是开延界的 那在历经上个礼拜五的一个大敌之后 那我们其实看到今天 其实我们台北股市 它是要试图指稳的 这样的一个意图 你看早盘以一个低盘开出之后 一度往上拉高 涨了168点 那一度的又打落到了盘下 便跌了131点 但随即 现在差不多在一点左右收盘前 又给它拉到平盘附近 那现在又往下压回 那也就是说今天当然 整个大盘到目前为止 看似还是一个拉回 但是似乎了 其实整个抵抗的力道 那有逐渐在加强当中 那当然这个很关键的一档股票 叫做台积电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五之所以 会出现那么大的一个跌幅 其实台积电也贡献了不少 还要至少贡献了500点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一样 我们看似整个盘面 似乎跌势没有那么重 但是也是因为台积电 今天在做一个撑盘 因为相较之下 我们看到贵买指数 那今天出现了 2%以上的一个跌幅 所以我想有很多投资朋友 大家会感受到今天大盘就感觉上没有撒那么深 为什么股票还是这么的弱 所以感觉怎么撒起来跟上个礼拜五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这个大盘每天这样撒撒撒 是叠叠叠 是空投真的来了吗 大家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那其实空投是不是来了 我想以目前那个状况来看 我没有说它一定不会来 但是我也没有说它一定会来 但是我只能说以目前的角度 因为毕竟股市本来就有多空 多头走完它就会走空投 空投走完那多头又再来 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 但是以目前来讲 我认为就今年 我们讲是一个长波段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以全年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你要在这个时间点 讲说空投要来了 我想还言之过早 好因为毕竟 现代看似一些利空 但是我认为这些利空 要不它就不是长久的 它是一个短线的 那要不这些利空 总有一日它会反过来 会变成实力多 就好比说现在战争的一个因素 对战争确实 这个我们没办法掌握的 对不对 好大家想说 哇这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有没有 那这个利空看似很可怕 但是它来得及相对 它也会走得很快 好所以我讲这个部分 我们就静观其变 好那另外当然就是一个 好所以大家所担心 那联准会 哇晋级这些官员 说不降息的 好像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要去思考 其实联准会的官员 本来就是有 他们也是有多有空嘛 有阴 那也有歌嘛 那你要去看 现在讲阴派的这些人 到底他今年 有没有投票权吗 对 就我所掌握到的 这些非常阴派的人 基本上今年 投票权都没有 那反而是今年有投票权的 他会倾向比较中立 又或者倾向比较歌派 当然我没有说 他就一定 一定会这样 不会生息 但是我这个 我就跟各位讲过 其实与其你去追逐 这些盘面的讯息 什么飞的挖去 多少人 这个几趴几趴 我说过你就是盯着 整个联准会的大方向来看 对不对 对 我说以目前来讲 确实当时你们在期待 什么三月要降息 什么六月要降息 我就说你不要想太多 对 当时很多人还说我不懂 人家飞的挖去 那些教育语言 都看说三月就要降 只有你罗文斌 在那边讲说不会降 不会降 不会降 现在降了没吗 对不对 六月都不降了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不用去随着 这些盘面起舞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看 今年 到底还有没有降息的空间 现在当然很多人 不会降了 甚至还要生息 我这样说好了 确实了 整个通膨的问题 它没有达到 这个所谓联准会 两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但是是不是就一直达不到 如果说联准会在未来 它这个通膨的利率 通膨的一个数字 还是逐步在往下 又或者控制在这里的话 我认为 它在第一个 它在升息的 它叫归叫 但是在升息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应该也不大 都已经在5%了 办法还要怎样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时候降 六月不降 七月不降 你九月要不要降 至少到目前为止 点证图的一个状况 又或者其他的一些 有投票权的这些委员 来看的话 讲说今年肯定不降 好像我还没听到 这样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纵使六月不降 七月不降 你接下来还有 九月十一月十二月 对 那现在的利空 是未来会成为利多 那既然未来的利多 还没有反应 那现在的利空打回来 那你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还是它是一个危机 是 所以我讲这个部分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了 还是告诉各位 股市本来就是有涨有跌 所以我一直强调 好 即便在一个多头 它也不可能不回挡 那多头回挡 你也不要语 反正多头回挡 还没怕了 现在不就多头回挡吗 为什么大家都屁屁错 对 对不对 先前不是大家说 没怕了 多头是不是 回挡是又急又快 反正跌晚了会再涨 我也知道 问你这个跌的过程里面 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吗 没错 对不对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受不了 你明天就多头回挡 可是你就是受不了 对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为什么当时还没有回挡之前 当时股市还在两万多点 甚至于进逼两万一千点的时候 我要每天苦苦薄薄 先告诉各位 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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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策略 我都帮各位规划好 叫做什么 叫做周周盈 对不对 对 很多人当时不理解 人家都在大波断操 人家都在号召说 哇 这是什么赚倍数的一个机会 只有你在那边以周围当位 不断的在那边 要小心 要小心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对 但是还是那句老话 我罗文斌看的 不是眼下一天两天的一个对错 对不对 对 我看的是你在未来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后 你回头看到底我是对是错 当时我帮各位规划周周盈的时候 告诉各位要有风险意识 即便很多人看 哇 你看我两万两万一眼 看就要来了 没有 我说就是因为他一路涨 我也肯定这是一个多头的 一个架构 但是在多头架构确立的情况之下 空方的能量 也随着指数已经涨了3000点 他也不断的在累积 对 那这些累积到 这些空方能量 一旦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当他一旦开始反噬 就会像现在又急又快 没错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反而又担心了 先前你不是比方说 多头回档不用啪 反正就跌两天就上去了吗 怎么现在跌两天呢 你开始会担心了 对 这又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得避险 对 你没有风险意识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今天你有风险意识 你懂得避险 对 现在拉回来 我说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对 因为第一个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控管住风险 第二个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股市本来就是有涨有跌 更何况大家都在讲 多头市场本来就是还涨几跌 既然是几跌 表示还是多头市场 那这样子拉回来 建设多头上 在集结之后 那不就是一个好的买点 我也举过例子 现在就好比说 是一个跑步的一个比赛 对 对不对 那在跑跑步的过程里面突然来了一点事故 可能是因为怎么样 可能是因为下了一个大雷雨 对 那在这种情况被迫 这个跑步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暂时的终端 但是等雷雨过了以后 是不是比赛恢复进行 对 那未来 在行进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强者 他终究还是会冒出头 对 那在现在这震荡的过程里面 在整个行情还没有重新发动之前 那不就是我们去紧盯 当然没价 现在马上出手 不是刚好我们现在去紧盯这些未来 有机会冒出头的这些强者 我们先给他盯住 那等到有适当的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进场来布局 没错 对不对 那为了能够让大家 这重点 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低档 能够真正的有钱布局 我们是不是采取了周周盈 对 我们是不是以周围单位 有赚 该跑 我们就跑 有 不要说什么 上个礼拜 今天我不要再跟你讲说 什么上上礼拜 我们卖掉了什么 银广 卖掉了帽轮 对不对 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卖股票 都有 但是也是每个礼拜都在买股票 但是买了以后 你要懂得卖 对 对不对 我想上上个礼拜 什么安国 什么神盾 我就不讲 我们来回都做好几趟 对 你就说上个礼拜 我卖掉什么 我卖掉2374的佳能 对 我佳能有没有大赚 有 我上个礼拜 我没有买在最高点 我承认 是 可是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上上个礼拜 我买在4月9号 4月11号 4月12号 甚至于4月16起涨 我继续再买 我连续的买 我卖在4月19号 我这样说好了 佳能这一波最高 最高点 在4月18号 当时在4月18号 当时是45.65 可是我纵使没有卖在最高45.65 我在19号上个礼拜五把它卖掉 那一天高点都还在44块 我在4月9号买进的时候 那一天的低点在30出头 我30出头买的股票 我还是卖在四字头 我是不是大赚 对 我还是大赚 但是该卖我就卖 对 对不对 很多人为什么卖不下手 是因为你追在高档 没错 可是我是买在低档 我想这个过程 大家都是共同见证 会员都在看 都可以做见证 对不对 那你看为什么我要卖 我说我还是看好佳能 对 AI的一个未来的大趋势 是 AI的一个镜头 有没有 对 你看看好的股票 你该没就卖啊 你看今天如果不卖 今天就8%了 嗯 那一天开高抖地 今天加8% 2天加起来10%了 是 至少有一根半的停板 嗯 如果我不卖 是不是就 第一个 你的获利 对 不要说你追在高档的来 你被套了 就算你跟我买在低档的 你看 今天已经到三字头的股价 今天已经38块半了 对 那你买在35 当然如果说你跟我一样 买在30出头 你还是赚啊 对 可是你赚了 已经突围去超过一半了 嗯 嗯 第一个 有没有很可惜 有 第二个 你如果说现在你还抱着这些股票 我请问各位 当未来行情出现真正的落地点 好的股票真的要冒出头了 我说来 进场开始布局 没错 哦 我们去不走 开始一下 怎么样 开始抢股票 没错 你哪来的钱 是 我说这段时间 有很多专家权威名字 明示面都在告诉你 拉回是机会 拉回是机会 我承认拉回是机会 我认同拉回是机会 嗯 你高档没卖股票 你拉回机会 哪里来啊 没错 你满手套牢的股票 你要做什么 嗯 做只是机会 你也没办法出手 所以为什么我说过 做股票 你就是要风险意识 是的 高档要出 嗯 高档要出 那为什么高档要出 就是用我帮各位所规划的周周盈 你看 是不是 在现阶段的操作 该你赚的 我让你赚到了 是 该你守 该你避的 我是帮你避开的 嗯 最重要接下来 既然多头架构不变 当然 现在还在一个短线的修正叠势 当中 可是终究会有 云开风轻的时候 对 那那一段时间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钱进场买股票 那个才是 你下一波制胜的关键 不是吗 是的 所以周天我们不要忘记了 跟着老师呢 目前呢 要把操作周期缩短 以周围单位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周周赢 周周赚 到底接下来一整个礼拜 要怎么来规划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呢 在节目当中呢 再次跟大家来分享 来 需不记得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老师呢 就跟大家说 现在呢 大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比较大 而且呢 轮动速度相当的快速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来操作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操作周期呢 缩短 以周围单位 跟着老师和我们的混合朋友们呢 周周赢 周周赚 老师呢 带大家进场布局 包含安国啦 神盾啦 银广啊 茂轮啊 是不是都是带大家赚钱呢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九鼎便利啦 还有上周哦 二三七四的佳能 记不记得老师在大家进场布局的时候 是三字头啊 结果呢 在四字头的时候 我们把它获利放口 但一样是大赚啊 恭喜我们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钟鼠听众啦 所有听众们 目前这样的一个盘是 如果你还没有跟紧老师的脚步的话 想跟紧老师的脚步 一起来操作吗 不要忘了 要记得加入老师的Lite 8 来 帮你的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有了ID 还不会加入 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谢谢大家 小八新闻台 我到达首见 你们是股市罗宾 汉梅这时间 罗宾老师跟菲银像 陪伴大家 想跟着老师 请常来布局操作吗 有任何的问题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好听的歌曲 Banana Rama 走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香蕉姐妹合唱团 And the Judge and the Jury They all put the blame on me The blame on me They wouldn't go for my story They wouldn't hear my plea 欢迎大家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菲萍 温妮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首罗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所以说天我们 老师带大家周周赢 周周赚是有道理的 也带着我们的会友好朋友们 继续在这样的一个盘式当中 继续赚钱 所以天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接下来一整个礼拜怎么规划 请要专家 罗老师 我想如果说今天撇开台积电不讲 那当然大盘今天还是持续在一个修正的跌势里面 是的 所以我说今天 其实感觉上指数没有跌那么多 但是大家在心理的一个层面上面 看到自己的股票 自己的股价在往下压 可能压力还是非常的一个大 但是我说过 我们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大盘 那在面对现在压回的过程里面 到底你的心态会是如何 是很处置太然的 我们等待低阶的一个买点 还是你现在满手套牢的股票都不晓得该怎么办 对 我想这个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一个差异 那我想在过去的一个操作 在过去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也一直跟丁你 我说除了我们在对的股票 在对的时间要进场以外 其实方法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每一个盘面结构都不一样 你必须对应不同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想当行情上攻到两万点以上 即便行情还在涨 各位知道吗 这波最高其实都已经禁闭到两万一千点左右了 对不对 可是即便行情在涨 我是不是不断的大声疾呼 对 不要忽略风险意识 因为随着股票在涨 随着行情在冲 整个空风的能量 它也不断的在累积 那既然如此 你就一定要非常的一个小心 因为哪怕只是一个多头回档 一个多头回档来 有时候也会让大家怎么样 也会让大家够呛 没错 你现在不就是吗 现在不就多头回档吗 对不对 你呛不呛 很多人还是很担心 现在空头是不是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按照 我帮各位所规划的一个方式 去应对 我说周周盈 对 你看我们是不是以周围单位 对不对 你每个礼拜 有赚我们就跑 有赚有就跑 不敢讲 我不敢讲 每一档都大赚 就好比说 上个礼拜 我们卖掉了 像我们刚刚讲佳能 对不对 佳能 我们三日出头买了股票 卖掉了四字头 大赚出场 开心 拍拍手 你说其他的像成名店 我们就在 成本再高一点点 我们就小赚出清 小赚出清 该卖也是得卖 你看成名店今天 如果你不卖 你说小赚了也不要卖 今天马上变赔钱 对 我从来不标榜 我的每一趟进出都是大赚 但是该你赚的 我会尽全力的让你赚 最重要的 该你避开的风险 该你避开的 这也是一般我们投资朋友 比较欠缺的风险意识 该你避开的风险 我也会带着你避开 我想这才是重点 你看 不要说上上礼拜 卖掉什么安国 卖掉什么神盾 对不对 卖掉什么银广这些 你看上个礼拜 我带你避开的佳能 还有成名店 你不卖 你看现在是不是两档 几乎都快打到了快跌 至少跌8% 避开了没有 有啊 有 有没有大赚 有啊 成名店至少也是赚嘛 对不对 好那你说那还有一档 那个什么酒顶电力间 打到跌停 没有错 对 问题是我是很低档的位置买的 你们都知道啊 为什么我接着叫各位 不要在大家讲说 他有多好多 你跟着大家一起来追 你来追的是不是又套在那里 跟佳能一样啊 对 但是如果说你在低档买的 你是不是你要出的时候 我随时都能够出 我随时卖我都是大赚的 我进可攻退可守 这个就是我说的周周赢的一个精神 那我想大家已经印证了将近有一个月了 是啊 你用的方式到今天会不会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自己去好自己去感受了 好 那我只是告诉各位 对于接下来好 每一步都至关的一个重要 对 做对 做错 会差很多 好那因为我们在高档有做避嫌 我们高档有出股票 现在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一旦时机成熟 一旦买点出现 我们就会进场布局新的一个标的 对 那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如果你认同的 又或者你对于现在 我到底该进 该守 到底我该怎么做 你是不晓得该怎么 你有点进退失据的 不晓得该怎么做 对你最好的 对 我们当然也都欢迎投资朋友 你随时都可以来电来做一个咨询 我会亲自的帮各位来做一个规划 好来听伯们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操作 或者是您接下来进场布局 要怎么样来布局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Lite当中 我们的对话框 留下您的问题 老师都会帮您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复 感谢大家 怎么样加入呢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赶快加入吧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大家 尤其是近一个月 老师是不是就一直跟大家提醒 现在大盘轮动速度相当的快速 而且震荡也相当的剧烈 所以我们要把操作周期缩短 以周围单位 跟着老师进场来周周银 周周转 包含安国神盾 还有我们的银广茂轮 还有九鼎电力 跟我们的家人 是不是都带大家周周银 周周转 感谢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有跟进老师的脚步 你们都赚钱了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你近期在股市当中 遇到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接下来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想要跟进老师的脚步的话 今天你都可以加入老师的Lite 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的对话框 或者是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们的服务员会打电话给您 来问一下到底您近期 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让老师亲自来帮助您 来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不要忘记了 把您的问题写在我们的对话框 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就可以了 当然 听众朋友们 如果您有了ID还不会加入 打电话进来了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加入哦 就现在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